第一法 应该双座 家父座 或者是半家父座也可以 然后第二法 你两手做等应 做等应的时候 应该右手在上面 左手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脊椎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 并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这个经部 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尖笔后仗 或者是素仗 第六个 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七个 舌头 地上伤害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舒适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做一会儿 就是右手的坐金刚拳 这个右手压着大腿的动辙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手的话 什么三国金刚树一 压着坐笔以后 从右鼻孔当中 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 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往外排出三次气 在右手的话 左手就是做金刚拳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 可以说压着右鼻 从左鼻孔当中 出三次勾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的 所作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 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排三次气 双速度做金刚拳 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勾气 出三次勾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始以来 以痴心为主 而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 往外排出 这样排三次气 就开始念的 还有这个延启舟啊 以诸佛菩萨的 这个三经长的这种 愿呢 就是融入你的这个信啊 来获得这种将者 这种旅行 在这种旅行 在这种旅行 至迷入你的这种旅行 那种旅行 一步从来 下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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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比的恭敬心一直这样祈祷 要求念上师的祈祷文一般来讲念二十一遍 你用非常敲烈的信息来合掌前面观想上师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你用非常敲烈的信息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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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非常敲 해요 你makta想今天 你错过多少 你用最大的信息来说 你用最大的信息来说 我们无法격 spaced地 念完了一佛的话 上师融入了光 光融入了自己的身体 然后上师的这种智慧和自己的心 变成无二无别 然后在这样的境界当中 按住 不跟随以前的分别念 也不执着现在的这种心事 也不能迎接未来的各种分别的事情 什么都不执着 这样的境界当中 那么今天开始呢 就是讲那个其他的这个菩萨的威尼兰 心里地狱众生的痛苦 福远欲有情一无善根理 西间普贤等无碍菩萨云 瓢江芬芳于清凉复安乐 见义彼当中有种甚欢喜 作者再次的七缘 就是无量无边的地狱的这些受苦的可怜众生们的话 就是一定要通过他们的这种前世的因缘 以及我们的发愿力和诸佛菩萨的曾经的这种宏愿 以各种因缘的聚合的这种条件下呢 就是愿他们再次地能造成这些菩萨 也就是说以我的这个善根理 就是寂天菩萨是他的善根理 以及我们后学者闻思修行《入菩萨行论》 以及随喜 赞叹 还有赐颂 他赐颂《入菩萨行论》的所有这些心中的善根 续合一起的这种不可思议的力量 以这样的种种的力量 就是愿普贤菩萨 这些地狱都能照见普贤菩萨 灯子里面说包括的弥勒菩萨 地上王菩萨 还有楚改藏菩萨以及虚空藏菩萨 就是我们所谓的后面的四大菩萨 那么他们的无数戒当中 积累福德资粮和智慧资粮的相云当中 就是降下了清凉的雨水 然后散发出非常芬芳扑鼻的香味 然后让这些千千万万的地狱众生 就获得了快乐 就像我们在热果里面 正在顿着这些可怜的众生 那么突然降下华语 突然降下清爽的甘霖 那么整个火焰全部熄灭 而从中所有的众生获得无比的这种 身心上无比的快乐 那么他们感受到这样的清凉 安乐在这个时候当然作为地狱众生 肯定是无比的这种欢喜 所以我们平时大家也应该发愿 就是念诵一些偈颂 祈祷佛陀 大慈大悲的释迦牟尼佛 这个作为一个佛教徒 根本不用说明的 经常祈祷阿弥陀佛 本师释迦牟尼佛 过了之后 我们一定要祈祷 就是八大菩萨为主人 释放诸佛菩萨 比如说地藏菩萨祈祷的话 那么众生能获得了快乐 成就一切悉地 尤其是在地狱众生的话 那么地藏菩萨也发愿 地狱不空 施不成佛 他有这样的发愿 然后虚公藏菩萨主要让我们获得这种财宝 然后弥勒菩萨的功德主要是 利益众生和在自相细当中生起大慈大悲心 生起大慈大悲心方面有非常大的功德和利益 还有我们初盖藏菩萨 初盖藏菩萨一方面能赐予一切所欲 还有遣除一切修道过程和 世间和初世间的一切障碍 然后普贤菩萨大家也是应该清楚 能行持入海的这种菩萨心 以前《悲华经》当中也是说了 我心隐身诸菩萨 在对他的这样子里所出发的 是很容易晒伤的 但你们怎么写得到 这种菩萨之王 就是这种菩萨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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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在世间上 陆地也有人控制和没有被人控制的也有两种 像没有人控制的话 虽然在山上享用草或者水 但实际上他们始终都是一种空患不安的一种状态当中经常有一种畏惧感大家也应该清楚的而且他们之间有互相探射互相残杀的痛苦我们平时以前也说过腰 小鹰吃鸟鸟鸟吃小虫它大的吃小的 小的吞更小的这些不管是在海洋里面的种分也好我们世间当中的众生也是这样的以前有关经典和论典里面讲旁生的痛苦的时候经常说旁生互相内部吃掉这是一种痛苦可是现在更可怕的还再加上人� 所以这些旁生互相待死这样的话 我们应该发愿这次自己所闻思修行的善根回向给这些众生 那么让旁生界的这些众生都依靠诸佛菩萨的加持力 远离这样愚昧无知的这种身躯 所以暂时获得人天福报究竟成就佛果 谢谢大家 我发愿 structur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他这里把第三个恶趣 就是恶鬼界的众生 那么让这些恶鬼界的众生 获得百举怒主的快乐 而圣者观世音菩萨他输出的甘露如智 遣除恶鬼界的所有的这些饥饿和交互的痛苦 而他们在他的甘露如智下面获得了母欲 然后快乐而解脱也有这样的发愿 我们也知道在恶鬼界一般恶鬼 像猪戒恶鬼是《有关教言书》里面讲的一样的 内脏恶鬼里面有障碍 所有的这种饮食都会变成火焰的 还有外症恶鬼 外症就是外面的整个心体 身体各方面非常可怜的那种恶鬼 然后特症或者公正恶鬼 在十二年当中连谁的名称也是听不到的 那种恶鬼 那么还有空有恶鬼 妖魔鬼怪 魔王 鬼神等等 在我们眼前看不见的 但实际上每日都是在不断地到处行坐 有时候给别人带来恐慌 有时候在梦中给你带来一些痛苦 所以我们一方面对这些众生不应该生起嗔恨心 其实这些恶鬼真的非常非常的可怜 他们没有自由 同时他的思维 心思全部是害众生的 那么我感觉我感觉很感觉 在你的孩子之间的做法 我感觉很感到不妙的 我感觉我们很想打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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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大乘佛教徒 一般来讲 这种鬼神 妖魔鬼鬼来危害我们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修摄氏法 身体布施给他 这是大乘修行人最好的一种方法 同时我们要回向善根 让这些恶鬼愿他们获得白居露珠的福报 因为白居露珠有关大小乘的论典当中都已经讲过 他们的宿命不像我们人一样的 突然有恒死的情况 这种也是没有的 然后白居露珠也不会有自然灾害 不会出现地震 不需要天天住在外面的帐篷里面 然后低河火风的自然灾害也是没有的 还有他们的庄稼全是自然套 还是自然而然出现的一些如意书 所以我们应该发愿 一方面让他们自然而然获得了各种财富 同时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 以他的慈悲加持力 遣除他们的各种痛苦 以前有关大乘 汉地和藏地的经典当中都有记载的 观世音菩萨他发起广大的信 到饿鬼街 饿鬼街的时候 当时整个饿鬼街 出现光芒 然后无数的饿鬼 心里面的痛苦和干渴的痛苦 马上消失 后来观世音菩萨实现神通 他的整个手指和脚指 还有每一个毛孔当中 降下白色的甘露肉质 然后杀下整个所有的饿鬼街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都开始享受 吃喝都圆满 所有的饿鬼 全部心满意足 完了之后 观世音菩萨又开始给他们宣说 欧玛尼巴梅宏的妙法 之后所有的这些饿鬼街的众生 当时获得了解脱 往生极乐世界 而这一群饿鬼 全部称为施鱼 名称叫施鱼 施就是不施的施鱼 就是鱼界的鱼 就是在汉地的很多的观世音菩萨 也有这样手持宝品 品种甘露常变杀 树里养子不计求 因为观世音菩萨的品子里面 杀下甘露 他无边的众生面前 接触一切痛苦的 然后树里的养子 他不计较秋天 我们一般的说 也到了秋天就变成干涸了 但是他始终都是律师的 通过这种加持力 让无量无边的饿鬼众生 获得解脱 感谢您的见 杀下观世音菩萨 我们现在参加了一条论子 永远都变成干涉 可言 感谢您的总体 还有适合 谢谢您的士贾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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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里回向的善根 对我们人间的一些可怜众生 也就是说世间现代人们所谓的残疾人 这个残疾人当中可能比较可怜的 第一个是盲人 偏盲 可能我们人间很多人也可能这样认为的 什么都看不见的话 这是可能最痛苦的 什么现实 心事 什么都看不见的话 这是痛苦 世间当中有无数的这些可怜的众生 还有聋业 聋业也是天生都是对世间的表达能力 什么都没有 虽然现在人们对他们也有一些盲闻 或者是对有一些表示方法 但是这些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因此我们菩萨在回想或者念诵 咒语的时候一定要想到 我们世间当中有无数的残疾人 那么这些残疾人 让他们见不到色法的这些盲人 就是愿能照见色法 让世间的这些聋业 让他们都能回说话 听到声音 还有世间当中最痛苦的禅夫 他们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是非常的痛苦 以前莲花生大师和有关经典当中也说了 这种痛苦基本上是要接近众人生 母子两者都是感受无量无边的痛苦 在世间当中应该也有这样无数的妇女特别害怕 也是非常痛苦 那么我们通过这样的善根 回向给这些可怜的众生 愿这些世间的妇女 就像是释迦牟尼佛的母亲 母依这个妇人在宁波内化缘的时候 当时没有任何的疼痛 到那里非常快乐的降生一样 世间的这些禅夫都获得了一种快乐 当初是检查的 传党都生亡 被记得了一种快乐的 身份地自然都发现了 正经病毒 扶判了一种快乐的 是最后一种快乐的 那么快乐的 要求阿竜 又在别人 那么快乐 也就隐50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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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